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还是为大家分享的是之前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提到过的六个汉字 我们先看第一个字啊 第一个字呢,是会,优惠的会 这个字呢,难度不太大 整个字的形态呢,是一个上窄下宽的这么一个形态啊 那么写的时候呢,第一个横是短横 这个横话不要写太长 竖起笔偏左边,而且竖要有点点清闲啊 很短,顿笔,很,很 上面这个部分写的,之后要注意观察一下 四个横话的间距呢,是差不多的 而且整个部分呢,会略微的偏左边一点点 竖起笔高,下面出了一点点 这个提写过来呢,也要观察 上面的四个横的间距啊 点下面这个新字笔,点的起笔呢 然后呢,下面这个新字笔,它的这个勾的方向掌握好之后 这个字就比较简单了 好,这个字不难 我们看下一个字啊,下一个字是辽,辽阔的辽 辽阔的辽呢,是宝罐头啊 宝罐头呢,这个不易写的太窄 可以稍微宽一点点 横折,点,提 这个里面啊,没有带勾勾,都是横折两个 撇的话,起笔和这个点呢,差不多是一个对正的关系 舒展,那会呢,也要舒展 那角比撇间要高 第一个撇平,这个撇呢,稍微破大点 第三个撇,最长 长短变化是这样子的 整个字呢,上展下宽 这个字呢,写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横折啊 两个横折它的一个起笔位置 不要超过这个点的末端和这个勾的末端 这连接线当中的一个 这个白色的空白的区域里面去啊 如果是竖画或者撇画起笔没问题 但是横画呢,一定不要上去 把这个字呢,我再重新完整的书写一遍 这样子的 这个皮稍微短了一点点啊,稍微长一点 这样就对了,好,这是第二个字 我们再看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呢,是离 离开的离 先梳写一遍啊 这是短横,但不要太短啊 稍稍长一点点 下面这个皮点要小 不要写太大 竖折,竖的这个外框框呀 要比上面这个横画要短 要窄一点点 那么下面这个大框框呢,要最宽啊 所以这个旗笔呢,会比较靠左边 而且略带倾斜的角度 然后注意这个里面啊 是一个撇折 不是竖加提啊 撇折点 撇折点呢,不会写太小 可以把这个里面稍稍称满一点点 在写这个外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个树呢,会短一点点,往左挡 这个树呢,会略长,往右挡 这是这个离字 整个字呢,也是一个上载下宽的这么一个形态 好,我们再看下面啊 下面这个字呢,也比较简单 下面这个字呢,是 华啊,中华的华 中华的华写这个字的上面这个部分 华这个部分 写小,不能写太大 啊,这个部分写的很小 几乎是在横中线以上的位置 那么这个横画呢,是竹笔要舒展 把上面这个部分拖住 竖画差不多与它对正啊 但是略微会偏左边一点点 这样子的 整个字还是上载下宽这么一个形态 注意这个竖画上面出头呢,不要太多 下面的出头可以稍微多点 竖呢,是悬真竖啊 好,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下啊 写这个长痕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这个撇与这个竖弯钩这个凹痕呢 它们那个距离啊 这个地方,这儿,这儿的距离应该差不多啊 不要悬术太大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呢,是读,读要的读 读要的读呢 难点在于下面这个母字的写法 母字呢,我在前面有专门做过视频 分享这种母啊,美啊 海啊,这种类型的字如何书写 那么这里我就不做太多赘述 我们直接看读字啊 读上面呢,有三个横 间距要一致 短 更短 这最后一个横呢,是这三个横当中最长的 它们的位置在横中线以上 那不要降下来了 那么这里,撇折往下拉 很短 注意写这个母的话 再补充一遍啊 就这个地方 这儿短一点点啊 不要写太长 点小 红是竹笔 舒展 再写这个点 这样子的 整个字从这儿分的话 上下的它的高矮上面是差不多 几乎是等分 然后再写这个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横着钩啊 这个起钩的这个部分 应该往左稍微移一点点 虽然不能和这个竖画完全的上下对正 但是呢 尽量靠近一些 否则整个字呢 重心就不平稳了 好,这是这个读字啊 还有今天最后一个字 这个字呢 比较简单 但是呢 也不太好写 就是锤 锤直的锤 锤直的锤呢 我先讲一下 现代规范字当中 它的一个笔顺啊 现代规范字当中呢 它是这样子的 先写平平 短横之后呢 再写这个书法 写完这个之后呢 再 长横 竖 竖 短的 更短的 现在规范字当中 是这个笔顺 这个笔顺呢 我个人是写不太习惯啊 我不太喜欢写这种 当然呢 中小学生呢 就用这种 撇横先写好签 再写 横 竖 竖 横 横 按照那个 先上后下的 这么个原则 那么我经常 自己呢 比较习惯写的呢 是这样子的 短横 先把 我是把这个长横 写好之后 再写中间 哦 这些两边的竖 再写这个竖 短的 更短的 我觉得按照 后面的这种写法呢 间距上面 更好把握一点点 前面按照 这种写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是写了 这一个横 然后直接把竖画的长短呢 就要差不多一下 要写合适 否则下面这个间距呢 就悬术很大 所以说我在写 按照这种写法的时候 我觉得啊 前面这个 短横线 又写了一个长横 其实下面这个 竖画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好处理了 稍稍长一点点 短一点点 问题都不太大 但按照前面的这种呢 会相对难写一点点 好 再我们言归正众啊 然后这个锤呢 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个它的几个横的间距啊 这个平平和这个横的间距 与下面这个间距差不了太多 但中间呢 会稍圆一点点 即便是写的一样 也没什么问题啊 稍圆一点的 就是主要中间出现两个小短数 这两个小短数 与这个横和下面这个横 是不连接的 然后在写的时候呢 这个小短数啊 和这个小短数 它是一个上开下合的 这么一个形态 就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草字头的形态是一样的 草字头我们不是讲是这样子的吗 横过来之后呢 上开下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上面的距离会大一下 下面斩一点点 这个锤的这个 中间这个横竖竖啊 也是符合这个原则啊 好 今天的这六个字呢 难度都不太大啊 唯独难一点的 可能就是这个独 独要的独这个字 这个独要的独呢 在书写的时候呢 如果有不会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再去 那个复习一下 那个母字的写法 把这个母呢 在当中压扁一点就好了 好 后面呢 有点啰嗦啊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 观看五味的视频 祝您生活愉快 感谢观看